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3年12月8日 普巴将被禁赛4年 据多家意大利媒体的最新消息 意大利反兴奋剂检察官办公室对保罗普巴服用兴奋剂一案的调查结束 检察官要求对30岁的祖云达斯中场保罗普巴处以禁赛4年的处罚 反兴奋剂组织宣布了这一消息 没有变速交易 变速交易是指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 作为控诉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 以检察官撤销指控 降格指控或者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 来换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辩 进而双方达成均可接受的协议 通俗地说 变速交易就是在检察官与被告人之间进行的一种认罪讨价还价行为 谢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聪明 正面 4 2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